斯坦克维奇背首战,中国男篮红队齐17比72击败突尼斯,本场比赛,周期成为最大焦点,时隔两年重新披上国家队战袍,为中国男篮出战,周期的表现足够出色,轻松得到22分8篮板, 让球迷看到了他在NBA一年一年的成果,更重要的是,周期还没有出全力,过去一个赛季,周期虽然在火箭,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机会,但跟队一起训练,以及争战发展联盟,这都对他的能力提升,有非常积极的帮助,今年夏季联赛,周期就展现了在NBA锻炼的效果,打了四场比赛, 长生出场21分钟,得到12.0分6.3篮板3.0盖帽,命中率高达72.3%,三分命中率高达55.6%,相比去年的夏季联赛,周期的数据和命中率都是大幅度提升, 而且他打得更从容了,正因为周期在夏季联赛出色的表现,球迷对他在国家队的表现有了更高的期待,而在他回归国家队的首场比赛,他也没有让球迷失望。 与22分8篮板的数据相比,周期在场上展现的统治力,才是最令中国球迷高兴的。 本场比赛,周期在场上就是独具一档的存在,既能在外线稳稳逆重三分球,也能在内线肆虐篮磷磷,篮下中间能力非常强, 从周期进攻端的表现就能看出,他从NBA归来后,提升真的太明显了,如今三分球已经成为周期的成规的分手段, 而且较之前在CBA,他的出手速度有了很大的提升,而在篮下,以往被诟病最多的对抗能力,现在周期也是脱胎换骨。 本场比赛,周期在一次进攻中,夹下进攻篮板,顶着三名防守球员就是一记暴口,出色的对抗能力可见一斑。 在挡差和无球跑动方面,周期第一时也大大加强,而他闪长的防守,随着移动能力的提升,他防错位的能力也进一步提升。 如果说以往周期在CBA和国家队更像是一名篮领的话,那么如今他已经可以承担领袖的重任了,赐意与图尼斯的比赛,周期就展现了自己对球队的巨大作用。 当他下场的时候,图尼斯疯狂追分,当他重新回到场上的时候,就算队打出一波流杀死比赛,虽然这只是一场比赛,但却已经能看出NBA对周期的提升是全方位的。 2016年里约奥运会,周期表现惨淡,因为偏软弱的球风,他被贴上了周一版的标签,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周期冲击NBA的决心。 他宁愿在NBA坐穿板凳,也要到这个世界篮球最高的舞台历练自己,事实证明,周期的选择是正确的,仅仅是一年的时间,他就已经让人耳目一新。 看到周期回归后出色的表现,球迷也应该清楚中国球员赴NBA的重要性,在NBA当银水击守护员不如在国内当核心的言论,显然是错的。 只要能得到登陆NBA的机会,即便是出场机会非常有限,那也比待在国内要强得多。 正因为如此,丁,燕宇航才会拼尽全力冲击NBA。